大家好我是屎平 今天我來到JETS家電話 哇人超級多 大家看後面這選者木馬 嘿屎平 你今天怎麼來這喔 你還拍片嗎 對啊我來拍片 所有地方快要美了 對啊快閃電 直到這禮拜 那你們要試試看我們最新年這一隻 Posmo Pocket 2 它是一個手持穩定器 它的鏡頭比上一代還要再更廣 你馬上試試看 欸很廣欸比手機廣多了 欸我來自拍一下 好啊好啊 這一代有到了20mm 你就可以把你後面的什麼景啊 什麼遊樂設施啊房子啊建築啊都拍進去 真的欸而且它畫質是不是也蠻好的啊 影片是可以拍到4K 近拍照片可以拍到1600萬8000 這麼小是可以拍到4K 那它收音咧 旁邊都應該要錄進去了吧 這樣收音怎麼樣 收音這你就問對了 直接拿這個 專業是領家賣 喔欸這無線的麥克風喔 對啊無線麥克風 我們這邊直接就打開來 我直接夾在我衣服上 它這個上面直接就多出了一個 所以現在已經是我這個在收音 現在已經是你這個在收音 那這樣收音不就也解決了 對啊像這個遊樂園這邊 聲音也是蠻多的 有你這隻的話 玩樂的時候去講一些什麼話 都聽得一清二楚 哇那這一隻是不是Vlog的神機啊 真的啊你看 塞在口袋裡就可以帶得出去吧 我們趕快出去拍拍看吧 好走 欸還好有玩欸 蠻好玩的欸 沒有想像中的好玩 還好沒有玩 還好沒有玩海盜船 海盜船感覺就很無聊 對不對 對嘛每個遊樂園都有海盜船啊 對啊 又不是每個遊樂園都有小火車 哈哈哈哈 那你拍的這些你覺得怎麼樣 用起來好不好 我覺得它很好用 非常利用 就是你沒有在碰一些攝影器材的人 都可以簡單操作它 因為它這個它可以上下左右 你可以直接調整它這個鏡頭的那個 喔對啊 對啊 還有一個 就是它只要按這個 按三下 它就直接可以切換 你要自拍還是要拍前面 對 像我剛才想要拍摩天輪 別想要拍過去 這時候我又突然要一個滑坡滑下來 我就想要自拍 我再按一下 我立刻又回來了 那個整個 操作器非常非常好用 我等一下要上去玩摩天輪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看你在上面慘叫 沒有不要怕我很邊緣 就是我只有一個人 你又不搭 等一下都是兩個兩個人 我等一下如果找到人的話 我就是 可能要等到 等到 9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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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真的害羞 我在跟一個女生坐 我們是兩個人 他們三個 對他們三個 剛好 而且我在蠻後面的 然後他就說有沒有落單 有沒有一個人的 我就從後面就直接上 我趕快傳訊息 跟你說我要來了 我要來了 對因為我剛才在那邊 連接 加入 無線直接連 好 然後 看剛剛的視乎 好恐怖喔 欸我們現在倒著了 哇哇 拍攝已經不聽使喚 可是 看起來 蠻有氣氛的 就真的是 昏昏一片 其實效果還不錯 對效果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我剛那個模式沒有調 對 我剛剛調成默認真文 可是我應該要挑戰FPV模式 就是讓它手動 因為它剛剛是有時候會這樣子 有時候會這樣子 所以它有時候會翻來翻去 對對對 就比較都沒有抓 比較不會一直抓到我的臉 因為它那個 它會以為你要穩定 對它以為我要穩定 所以它一直想要弄成平的 可是剛剛是太晃了 所以就 可是我們剛才看一下回放 其實那也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另外我要提醒大家一個是 就是呢 在自拍的時候啊 我如果往左邊 它的鏡頭會往右 就我往右的時候 它鏡頭會往左 因為我的左右是 是鏡頭它本身的看我的左右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要手習慣一下 對就是它是鏡頭的方向這樣子 對對對 其他來說我就覺得 都很直觀 就是 你不需要知道快門 不需要知道光圈 ISO什麼都不用知道 你就只要知道 欸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一直看著我 這樣就好了 你就可以當一個非常好的Vlogger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 下次再見 掰掰 後面就是我們的海盜船 就我們今天沒有搭到海盜船 為什麼沒有搭呢 因為我覺得海盜船畫面拍起來畫面不太好看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沒有別的原因 就是唯一的原因 對 絕對不是成哲人害怕 絕對不是 對